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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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明于是在这里建了一座红砖厂 2012年10月 砖厂工人赵丽在大殿山上推土作业 履带碾压地面 颤抖撕开大地 突然司机杨志美发现脚下的宏图有些奇怪 突如其来的发现让杨志美立刻停下作业 跳下车仔细观察 山下的工友阳赛昌提供了 听说的一场连忙往山上跑 然而到达现场 看见地上醒目的绿色 他也无法解释 于是两人试探性地向下挖了挖 绿色的物体很快露出了全貌 但这件器物两人从没见过 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大殿山也笼罩上了一丝诡异 花色是很难好看 这花的眼不见过 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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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见过 看来弯弯的 刀子是认得到 当天夜里 消息迅速传到山下 村里文化程度较高的鲍开盛 也得知了消息 他把一个手机屏幕打开以后 说是跟我看一看 挖了一点东西 借助灯光 老人也看清了这件通体绿色的物体 他虽然超出了老人的认知 但老人还是凭借经验 给出了一个推测 最一次看见的这一把刀子 它是这么捐出的 我确实没有见过 在爆开盛的推测中 这是一把奇怪的刀 大殿山上的一草一木 村子里的人太过熟悉 但这把奇怪的刀 却没有一个人能叫上名字 村民们意识到事情的不简单 他们立刻拨通了 保山市文保部门的电话 我们一了解说 那这个出的这个 他们老百姓捡到的东西长什么样 但当时呢 大家还没有更多的图片可以发出 然后呢他们就给我描述了 特殊的器物通体绿色 有着夸张的弯曲 奇怪的信息冲击着考古队员的经验 那么根据这个情况呢 当时呢我认为专场取图 我认为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吧 那么即使呢咱们接下来呢就跟这个主管局呢 把这个情况呢就报备了 放下电话 城里的考古队员连夜赶往大殿山 汽车行驶在狭窄的山路上 一侧是高山 一侧是深谷 但考古队员牵挂的却是内建器物 当时我们来到这个县山以后呢 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是推土基金推出了一个沟槽 旁边是无法落脚的 旁边都是很离邻 下了小雨嘛 我们就顺着这个还相对硬一点的地方往上走 大殿山的黑夜 伸手不见五指 考古队员在手电筒的微光中艰难前行 然而 就是这束微弱的光 却不经意照向泥泞的土路旁 那里也有许多绿色碎片 碎片虽然很小 但能确定这绿色来自青铜 随意散落在泥土中 眼前的场景让考古队员异常心痛 天完全黑了呢 我们也没带工具 照明条件也比较差 所以说我们搜寻了一个多小时吧 这是我们在现场检视到的手桌长片 是我们在上大殿上在沿路捡到的碎片 就是这些东西 这是那个马老珠子 在这个当中呢 还有一些呢 就是完全是同路 也就是同袖 实际上你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碎掉的 那么这样呢 在几个点上都有发现 所以当时我们认为呢 应该是一个木群 这个初步的一个判断 大殿山可能埋葬着一个木葬群 这个推测让所有人紧张起来 考古队员迅速 对已经发现的器物进行拍照 那件弯曲夸张的绿色器物 成了前期勘察的重点 就在断层四节热 这个器物很罕见 到现在为止也仅此一件吧 发现的 经过拼接修复 这一件器物终于恢复出它原本的形态 这确实是一把弯刀 刀尖上鞘 一直弯曲成夸张的圆弧 长时间的掩埋 使青铜产生了锈石 刀背处刻着深深的凹槽 仔细观察 刀柄上还有个奇怪的符号 似乎是一个简化的人脸 这是人面纹 这是头发 眉毛 眼睛 鼻子 这个造型是很奇特的 几根简单的线条 在刀柄上微微凸起 两条弯弯的眉毛 还有眼睛与鼻子 让一张人脸清晰可变 最上方的竖形条纹 似乎是人的头发 这是谁的刀 主人为何要将人脸 住在刀柄上 这一张脸又会是谁呢 为了破解谜团 大殿商考古前期的探寻工作 随即展开 那天我们来到以后 我们去山上看的时候 旁边的村民 这里还有工人 工人一看见我们 他们也是看稀奇 看热闹的那种态度 他们来干什么 来看 这里让我们看的时候 照片激露 大家都在认真看 旁边这些是 来看热闹的村民 工人 既感到很高兴的 同时 也觉得有必要迅速的 去把进一步的 就是老百姓在当中 已经捡回去的一些东西 进行尽快的一个收集 怕它流伞 流失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找了当地的老百姓 包括给我们提供信息的相关同志 一起在专场就给大家开展了一个文物法的宣传 结合大殿山路旁 剪十道的青铜碎片 说明青铜弯刀绝不是唯一的发现 考古队员将村民和专场工人组织在一起 宣传文物保护知识 希望能在村民中有所发现 效果很明显 淳朴的村民很快散去 又迅速返回 然后呢 当地村民和工人也很配合很自教 就回去把他们剪十道的那些青铜器物就交回来了 交回来的文物堆满房间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碎片当中 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这个铜骨藏片也是当初他们剪十道的收集过来的 但是已经很长了 不太完整 只是一个骨面 铜骨已经不再完整 但万幸的是 这一块残片保留下三个至关重要的信息 平整的骨面 弯曲的边沿 圆弧形的骨身 这些信息成为后来修复铜骨的重要依据 但此时铜骨残片的发现 又引出一个疑问 今天人们常见的骨 大都是木质骨身 皮革骨面 大殿山的骨 为何会以青铜铸造呢 在中国古代的西南地区 人们常以青铜铸成铜骨 在战争中指挥军队进退 或在祭祀 宴会 乐舞中进行演奏 时至今日 当地人依旧会敲击铜骨 不过这种重器 已经退去了祭祀沙法的色彩 那么 这面铜骨的主人 大殿山曾经的先民 曾将它用在战争中 还是祭祀宴会里呢 他们又会是谁呢 当初都没吃饭饭 当初都没吃饭饭 都是过不上吃饭饭 我们在这里把这些工作做完了以后 回到县城 已经是十点多钟了 我们上午了 就在旁边的小食铺 就吃了一碗面条 吃了以后呢 网管就立即就把这个 我们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 就向省厅汇报了 灯火阑珊的不远处 一座孤山上 发现大量青铜器 他们的主人会是谁呢 前期工作 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负责勘察的考古队员 顾不上休息 彻夜研究 大殿山像一个谜 萦绕在考古队员心头 我当时觉得还是规模不算太小 就是因为为什么 他刚刚推开的那一面 虽然在很多地方呢 已经并不能够完全找到 这个青铜的散片 但是呢 这个还是有几个点上都有嘛 所以认为应该 就是说怎么讲 都有几座木或者十几座木 这样的一个想法已经有了 为了验证推测 第二天 考古队员就调阅出云南数十年的考古资料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大殿山这三个字 竟从未出现过 平常我们在这个当中调查了解到的 基本上没有很明确的指向墓葬 除了这个百沙坡 坟林港这个发掘之外 很多时候都是很零散的 所以呢 像这样的一个区域里边 突然出现了 就是当时自己最起码都认为有几座十几座 这样的一个木砖 就认为是很不得了的 如此之多的发现 记载却几乎空白 大殿山似乎是史书与考古从未触及的真空地带 这座小山下埋藏着什么秘密 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又会是谁呢 大殿山的发现迅速得到上级部门的批示 2012年11月15日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会同宝山市博物馆 昌宁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 组成联合考古队 大殿山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工作刚一开始 就有了新的发现 主要呢就是要把这个就是 我们判断可能是墓葬群的这个区域 要搞清楚 这些什么样的墓葬 有多少大致的分布范围 到了10点半左右的时候 其实上就比较清楚了 就是说我们就已经找到几个墓葬的开口区域 以发现铜弯刀的地方为中心 考古队员很快就发现了三座墓葬 大小相同 成牌下葬 这个相对位置比较高一点的地方 当时我们先就发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后来确定呢 它是有一个墓葬 这是M1 接着呢再往回 再刮开这些 已经推开的这些高泥呢 以后呢 发现这个地方呢 也有一个现象 也有一个现象呢 这个口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确定了以后呢 包括这个棺板墓葬 就确定了它是M2 紧连的呢就是M3 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过程 那么最早就发现 1 2 3 这三个墓葬呢 就在这一个连线上 初期勘测极其顺利 考古队员重新审视这片山坡时 更加坚定了此前的推测 大殿山上极有可能埋葬这一座大型墓葬群 到了第二天实际上我们就确定了五个墓葬 这样呢也就成立了这么一个 就是说墓葬群的这么一个遗基地 这么一个概念就形成了 经过考古队员数天勘测 大殿山墓葬群的面积越来越大 考古队的人手开始短缺 然而聚在现场的村民却越来越多 我们早上过去清理的时候 主要还是专场和周边的 然后到下午一点呢 就会波及到其他一些寨子的 反正都知道了 老百姓的消息还是很快 然后就知道那个地方是 他们在挖挖 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挖宝 所以都来看了 所以人就逐步就多起来了 既要考古发掘 又要维护现场秩序 进度受到了严重影响 整个就警戒起来 然后呢 对重要的已经出现的这些东西 尽快地进行抢救性的清理 经过培训 当地村民加入了清理的队伍 短暂的危机随即解除 与此同时 远在昆明的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管员 就开始下大雨 突如其来的大雨 让山路格外难走 但杨帆却认为 这雨会带来好运气 我俩开玩笑说 对了 这次一定能有重要的发现 因为好几次都遇到这个 比如说去看沟丁的贵族墓地 那也是一进那个乡就下大雨 临近傍晚 杨帆终于赶到大殿山 然而眼前的情景却让他揪心 到长林县实际上雨已经停了 然后呢 找到那个砖厂 一看那个情况呢 非常心痛 因为砖厂推土把一个山推得乱糟糟的 当时就觉得可能没太多机会了 因为好多东西都已经碎在那个地上 所以从我们自身做一个考古人来讲 当时觉得还是来晚了 深深的沟壑撕裂开地表 砖厂多年作业 已经让大殿山支离破碎 根据我们现场的一个对比和当时的这个 开这个推土机的这个师傅 和我们讲的这个情况来讲 最深的地方可能它已经推下去了五米左右 浅的地方也有三四米 大殿山已经被推土机消去了一半 山上到处都是深深浅浅的沟槽 也正因此一些深埋地下的穀物被掀开了屋顶 你们看当初这些留下来的那些沟槽呢 就是当初施工的时候 挖结机挖出来的那个痕迹 他们当初这个是砖厂的一个原料地 他们取了这个土呢 就是要为了运到我们的前方 在那里制砖 制砖屁 但此时考古队员并未取丧 相反他们在这些沟槽中有了新的发现 那么这个根土层推开以后 因为长期以来当地人是知道的 那个下边就是我们当地说的这个高泥 而且是彩色的这种高泥 推土机留下了沟壑 也留下了完整的土层截面 上部黄褐色的土壤是根土层 下部灰白色的则是青高泥 在讲究土葬的古代 大殿山的先民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下葬呢 用高泥土 用土洞葬这样的形式 事实上是先民一个很高明的一个 防盗墓的一个措施 这种特殊的泥土 质地细腻 粘性极大 用来密封墓葬 可以隔绝空气和水分 甚至还能起到防止盗墓等 保护墓葬的作用 然而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 这种神奇的土壤 并非一般人可以使用 1974年 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具 保存完好的古代湿湿 湿湿被发现时 眼睛毛发俱在 皮肤还具有弹性 部分关节可动 犹如刚刚下葬不久 在关果四周 就有一米多厚的清高泥 这层又厚又密的清高泥 使深埋地底的果室 形成了恒温恒湿的密闭环境 经过考古推测 这位牧主人 就是汉出长沙国丞相的妻子 新锥 回看考古队员在大殿山上 发现的五座牧藏 他们竟然也被包裹在清高泥中 清高泥的发现 让考古队员兴奋不已 发掘工作刻不容缓 根土层 然后它的高泥层是遭到破坏的 然后第三个进入到的 已经是墓葬区 我知道就是剩余的 我们可以进行考古发掘的 面积已经不太多了 顶多有一千多平米 生前用青铜制作造型夸张的弯刀 蒸伐祭祀的铜骨 死后葬在清高泥层中 他人眼中含有的资源 大殿山先民似乎毫不在乎 他们到底是谁 大殿山下还埋藏着多少秘密 考古发掘持续一周后 大殿山上的耕土层 已经被清理干净 此时 墓葬痕迹清晰地出现在 考古队员面前 因为我们很多啊 一清到一个墓口以后啊 它墓口这个方形的很小 也就是0.5层0.5这种的 我们特别刮到一种小的块的时候 刚开始啊 觉得这正常情况 如果是做一个土坑木啊 太小了 怎么人都放不进去 0.25平方米的墓口实在是有点小 这很不寻常 狭小的作业面上 清理一点一点的推进着 随着填土的下降 考古队员发现 墓道的走向突然出现了变化 这个墓室的方向 跟我们平常看的数学土坑的方式不一样 它是个斜坡的 一个坡状的东西 那么这个呢 所以呢 有这方面的一个 一个觉得有一定的疑惑 不寻常的现象接连出现 两座相邻墓上的墓道 几乎同时向内清洗 并且宽度越来越窄 当时我们最初抢究性清理的时候 因为有两个墓已经露出来了 就觉得这个墓的结构造型与众不同 不太一样 不仅仅是用我那年轻人 连杨帆老师在云南考古一线 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人员 都是一头雾水 因为云南从来没有发现这种疑传现象 常见的土坑墓 多为树植向下发掘 保证墓室面积的同时 也充分发挥了土壤的支撑性 使得墓室不易发生坍塌 但是大殿山上的这两座墓丧 却明显不符合传统土坑墓的形式 考古队员钻进狭窄的墓道 根据填土的变化 寻找着墓道的走向 根据它土壤墓的墓口范围 我们就画一个大大的范围下去 就把斜坡动脏的墓坑上边的深土 都给它清理一下 墓道越来越斜 不断收紧的结构如同一只靴子 甚至原本停放海谷的墓室 也是一个斜坡 清到第一期的中期就有认识了 就有认识 就发现这个是一个现象 而不是一个突发的现象 是一个整体 这一个区域的墓葬都是这个类型 尽管它的土洞 并不能够明显的 在你的视觉上能够产生这个效果 但是我们已然知道它有塌陷 然后是只有挖一个洞进去的方式 这个已经确定了 那么就会指导我们的这个挖掘的方式 那么这个挖掘的方式 就以掏洞的方式为主了 数次尝试之后 考古队员终于找到了墓道的走向 尽管找到了准确的倾斜角度 然而受限于发掘面仅能容下一人 清理工作依旧缓慢 我们当时马上就去买了那个矿灯 就是那个矿工带的那个灯 然后每一个发一个带在头上 然后就直接你自己进去 灯也就在里边了 所以包括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些资料 拍的一些照片 都是在那个洞里边拍的照片 那些照片是最珍贵的 考古队员如此大费周章 其实是为了保留下更多信息 希望为日后的研究 留下最直接的证据 但特殊的墓葬结构 让更深处的清理举步维艰 墓道越来越窄 越来越不适合作业 从最后清理的这个角度来看 它的这个宽度 宽度大概就在一米左右 这样的一个宽度 只能一个人爬进去 我们就是清道木坑一定的深度 我们就挑选了一种比较瘦小的那种民工 因为这个土洞它很窄长 所以个子大一点 它一下去就不好操作了 考古队员不断向着闭合的方向前行 如此狭窄的洞穴 仅能容纳下一个身形瘦小的人通过 糟糕的环境给发掘带来了很大难度 那么当时这个照片呢 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最后我们就是沿着这个斜坡 再往里挖 挖呢我们这个呢 是从上面拍下来的 看到这个斜坡的通道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通过这张照片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跟我们一起做工的民工 从洞里边出来的 其实呢我们当时呢是这样的 有两个洞 洞口 随着清理的深入 考古队员发现 明明是两座墓室 但区隔却仅是一道薄薄的墓壁 就两个墓 墓道是中间有个隔梁的 大概就五到十公分 就是这么不是太宽的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通道 它就有一个隔梁 这隔梁呢实际上就支撑着两个大团 大块土 千百年来 积土的重压 已经导致墓壁倾斜 无法提供最大的支撑力 上层重达数吨的高泥层 仅靠一面五到十厘米宽 倾斜的墓壁 苦苦支撑 然后我跟那个男的就讲了 我说你一定要注意 这个这个非常危险的 然后呢一旦有什么想动 或者是你看了什么地方缩动了 马上出来 因为我们也担心这个安全 旁边就指派的专业的 就是指派的技术人员 随着钉的 两个普通木旁边的土壤的变化 木道越来越深 支撑木壁的田土被不断清理出来 尽管已经提前安排技术人员 紧盯土壤变化 但潜伏的危险 此刻正在悄悄袭来 清了一定深度以后 那个技术人员就发现 有灵性的那种土壤掉落 那这个男的很惊喜 他马上就跑出来了 跑出来了以后呢 那么他里边那个跟他台土的那个民工 女的民工也出来掉了 两名技术人员似乎预感的什么 而在一旁的王黎瑞也很警惧 那么我一问 我说里边还有人吗 他说没有 那么我就看见 在M18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民工 在洞口外边正在清 已经清出来的土 然后我一看这个状况很危险 一跃过去呢 就把他一把就抓上来了 时间似乎停了下来 大家在等待着 什么事情的发生 真是危险 因为这很小的一个姑娘 我记得十九岁的 十来方土 那种粘土 垮塌的 还是很吓人的 这就是当时一大坨土 就整个实际上是 洞顶的一个部分的 就坍塌下来了 薄薄的墓壁终于垮塌 洞顶重达数吨的高泥整块砸下 清理现场瞬间笼罩在尘埃中 也没有发现有人被砸 然后他们说人都在外边了 那我还是不放心 因为你要做到万无一失 所以我们把民工全部清点一遍 所有人都在了 那就安心了 王黎锐一遍遍的清点人数 直到全部到齐 提着的心才终于放下 但原本一心想要保留的墓葬行制 已经不复存在 确保人员和文物的安全后 考古队员停下了清理工作 复盘发生危险的原因 以确保之后的发掘万无一失 我们通过这么一个刮面 能够找到当时的一些痕迹 包括在土质变化 外皮儿的都是现在水拎下来以后 形成几颗缝 然后它的高泥颜色 刮到这边它就非常清楚 第二个现象 我们可以当中看到很多裂隙 它自身的和快与快之间本身的裂隙 就是常年的水的经饶 土质的缩动造成的 并不是很稳定 为了能完全确保安全 考古队更改了清理方案 从探寻墓道 保留墓葬整体形制 转变为最为安全的上部接取式清理 考古队员将墓室上方的土全部清掉 再进行发掘 那一块土大概用了两小时左右 就一块一块的敲碎 然后重新抬出来 然后包括就是刚才说的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缩动的 也把它拿掉了 因为不能再让它掉了 就相对是一个稳定状态 我们再来开展这个工作 墓室的清理工作重新展开 坏运气似乎被一扫而空 接下来的发现 在未来轰动了整个考古阶 但是接着到了下午的时候 咱们的心情是在一种好转和惊喜当中 因为后来就逐步清开一些部分以后 就发现仍然还有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是感到很欣喜的 也很振奋是这样的一个心情 比较奇特 是以前我没见过的 所以大家都在那围着我看 所以大家看到出来这个东西以后 都觉得很兴奋 那么这一部分东西 当时在那个洞里边 抬了相机进去拍了以后 是非常真实的 颜色非常轩眼 反正觉得太神奇了 深埋在大殿山地下的文物不断出土 夸张的造型 诡异的文饰 每一件都挑动着大家的神经 这可能是一个足灰 代表某一个足系的它的足灰 它们到底是什么 它们的主人又会是谁 神秘的大殿山 到底有过怎样的过往 还有极度弯曲的青铜弯刀 极尽奢华的铜骨 包裹着墓室的青膏泥 倾斜的木道 不同常理的下葬方式 大殿山的一切颠覆了人们原本的认知 川普迷雾 真正的答案又在何处 发掘仍在继续